财财尽在运通 上礼拜四 台股融资减肥的幅度 首度大盘下跌幅度 都是很关键 所以今天节目 务必从头看到完 你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上礼拜四杀身融融 台股盘中跌了700多点 有700多家跌停板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台股有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亲爱的朋友 上礼拜四 你有沒有把你手中的尸骨 都卖在跌停板附近 散户十个大概有八个 拼命的想在跌停板 没有锁住以前赶快卖 没有办法 你周遭所感染的气氛 你周遭朋友的股票 都在跌停板 大家都在卖 你当然会想卖 所以整一个台股 在上礼拜四 来到8523 我说会不会开始诞生大行情 看一下台股的下跌幅度 跟融资减的幅度 大盘是从高点杀到上礼拜四 跌掉了3600多点 跌幅刚好有30% 融资减肥的幅度 从高点杀下来 减肥了518亿 跌幅是36% 融资下跌的幅度 大于台股下跌幅度 这个盘 这个盘会不会从8500 就此扶摇直上 当然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在上礼拜四告诉你 8500点就是绝对的低档 不是只有相对的低档 国安基金护盘的底线 就在8500附近 上礼拜四台股最低是8523 结果讲完之后 隔天大盘大涨500多点 我的一个动作 在礼拜四告诉你 只要行情我看到反转 我礼拜五早盘 大概9点半以前 我就会买好买满 而且都是私家单 因为我不想浪费人去等 因为行情如果要冲出去 你差那几块钱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选对股报对股 接下来你会看到 三成五成以上报酬率 你一定看得到 不要去看外资都还在卖钞 卖完了外资就会回来抬教 大概都是这样 没有一次有例外 那今天抬股又跌了300多点 你怎么看 我今天一开中民意就告诉你 今天台股很重要在于 它的成量缩到1400多亿 上个礼拜的均量 大概是2000多亿 量缩 今天当然没有再破底 今天最低是8750 离8500还有250点 量缩不再破底的台股 这个盘稳了 这个盘漂亮了 所以三天之内 台股必定还会再大涨 你相不相信 三天之内台股必定还会再大涨 这是我的研判 既然是这样的研判 所以我今天早盘告诉我们的新会员 如果上个礼拜五 你没有卡位的 你来不及参加的 今天早盘一样 跟着我讯息再买一次 再买一次上礼拜五 你来不及卡位的标的 所以今天台股虽然跌了300多点 但是我今天会告诉新会员买什么股票 你们应该很清楚 上礼拜五的节目已经公开了 全程的公开 所以今天新会员 你跟我买的 今天有没有现赚5%以上 几乎每一档股票 你卡位的都5% 6% 甚至最高来到8% 今天大盘跌 而且跌300多点 你今天跟我买低档的 竟然有些股票可以现赚8% 这不是天方夜谈 金老师会拿出会员的口讯来跟你对时对价 来印证我的一个操盘实力 郁金光401到608 操了两大趟 超过200块钱 这边两小坡76块钱 2月26号卖在554 打下来变便宜了 大盘跌做结尾动作493 大盘涨100多点 卖533 这样一买一卖40块钱落袋 急涨急点反向操作 是当时候给你的操作经理 533卖完之后 打下来3月10号来到钱波低档 483再结尾 台股大跌 我喜欢买股票 当台股又大涨了 卖股票497 再卖一趟 14块钱 落袋 正因为高顶我都有卖 所以撒下来 撒身隆隆 差了105块钱 3月13号 392我有买 当天一样 快要跌停板 做卡位 尾盘拉高13块钱 苗头不对 量价不对称 不强的郁金光404再卖 所以这一趟的操作 从低档392到404 也赚了12块钱价差 就是因为 我有卖 所以当盘氏 遇到疫情利空 撒身隆隆同时 资金留下来准备 低接 这是赢家的一个操作态度 而不是死罢活报 尤其对于高价股 那有时候短线的价差 其实那个空间相当惊人 所以你要跟对人 你真的要跟对人 领先市场上的资讯 不怕你去印证 庆老师的call信 也不怕你去比较 怎样带会员 你难道感受不到 庆老师的一个诚意 跟实力吗 所以404 卖掉之后开始重挫 373.5 上礼拜三来到326 等待最好时机 我一定出手 瓶盖股的郁金光 我为什么要看重它 你现在看到 二运营收真的表现不错 庆老师的选股方向 一定有基本面的一个加持 不是基础股 我不会待会买 这是我给予会很不变的承诺 我永远都不会改变 尤其在大盘 我一档了3000多点 跌时 重挫吗 你会讲 你会不会这样选股 所以呢 郁金光 等待最好时机 我一定出手 礼拜四 杀到叠定盘297.5了 297.5了 差了一两百块钱的 郁金光的stand by me 对 你要准备好 因为我随时会出手 没有错吧 是不是 所以整个郁金光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四杀到跌停板之后 我说我一定会出手 我们带你出手 礼拜五台股反转了 郁金光直接试驾买 买在310 买完之后亮灯327 没有错吧 现买信工涨停 是不是 整个郁金光的架构 就是因为高点497.404有卖 这样不是差了一百多块钱吗 497.310 差了187块钱 是不是很惊人 就是因为高点你要先卖 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面 股价变批了 你买回的张数更多 你会迫不及待想跟我低接 但是如果高点没有卖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低档再跟我买一次 上去 你两米单 我带你高档 获利把档之后 你才要办法所谓的反败为胜 在那边等 没有想出一套反败为胜的方法 盘视种子上去 跟你可能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等几套很累 你没有想出一套 解决自己套牢的肢骨 这行情上去 你一样土夫爱在 所以整个郁金光 二月印收历年次高 而且连长力高达215%超过两倍 这么棒的基本面 你404 对 404有卖的 497有卖的 你不觉得这个位置很便宜吗 便不便宜 够便宜了吧 是不是既然够便宜了 上礼拜五 按照我既定的策略 310市价买 买完之后亮灯327 那今天郁金光呢 今天郁金光最低几块钱 今天郁金光最低大概302附近 有更低的位置可以买 那你敢不敢买 你敢不敢出手 来对时对价一下 新建会员 有没有跟着上策 9点13分的郁金光 空手者就新会员 趁回党在315以下就买 13分股价在310 你去对时对价 会员大概可以买在310附近 这我今天动作 302是买不到的 打下来瞬间 马上往上定高 买在315以下的310就很漂亮了 因为我上个礼拜五 买了几块钱 买了310 所以今天呢 一样买在310附近 再低接 再低接 低接完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发生了 今天最高351.5 310到351.5 价差41块半 那如果用收盘价337.5来计算 价差27块半 今天台股跌了300多点 买在这个位置 不是再度给你一次机会吗 上礼拜五我买在311 你看到了 结果收盘是亮灯 那今天台股呢 跌啊 回档啊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买 这个位置啊 311这个位置大概有 120分钟 绝对很好买 都在315以下 拉上去正正又往上急拉 这高低点10几% 高低点40几块钱 10张40几万的价差 没有行情吗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很重要 今天盘式的看法很重要 个股的一个操作 如果创造三成五成以上的报酬力 跟紧一点 跟紧一点 被动元件的国具 缺工缺料我依然看到 但是行情不如预期吗 3月12号最低345 最高381 先卖再买 还是要先卖再买 不管你卖在381还是345附近的 总而言之先卖再买 低档到了 买回的张数一定更多啊 没有错吧 所以呢 上礼拜五 来到242 这个位置是345到381 这样差了100多块钱 不是告诉你要先卖吗 再买啊 不是吗 就买啊 从马面真的很干净 台股经过3000多点的回挡 融资余额减少了36%的幅度 尤其经过上礼拜四的崩盘 散户溃底 大家拼命在卖股票 感觉你不卖好像不行 你有这种感觉吗 第二次是 大家都跌停办啊 没办法 是不是 你能不能跟着卖 你有跟着卖的 千万不要再犯了第二次的错误 不要光旺 记得一些强制基础股跟我买 把之前的一个连本带利的损失讨回来 我来帮助你 让我来帮助你 你只要伸出你的双手 让欣老师看到 我一定会拉你一把 你放心 这行情已经稳了 很稳了 大盘跌300多点 怎样收到1400多亿 上个礼拜2000多亿的军量 今天杀不下去了 今天杀不下去了 不要等到台股真的如同我的预测 见到大涨之后 我已经给你结论了 三天之内台股必定大涨 不要等到大涨之后 你才要来问我说 什么股票可以追 正在盘还没有冲出去之前 先卡位 先卡位 所以国具筹码面很干净 清得相当的一个漂亮的筹码 对我们只是在低档 所以上个礼拜五 国具市价买在242 买完之后亮灯252 那今天国具一样 还是有242以下的地点可以买 就看你敢不敢出手 你是新会员 今天有没有叫你买 对时对价一下 9点4分的国具 恐守者新会员 撑回党238附近买 14分股价在237 你去对时对价 238一定买得到 上礼拜五可以买在242 今天有更低的位置 照买不误 照买不238再低接 低接完之后 盘中拉到快平盘以上 尾盘收252 现赚14块钱 10张14万 花你200多万而已 大函今天跌了300多点 但是踩对节奏 买对位置 今天现买现赚14块钱 超过5%以上 华星科当然也是如此 上礼拜五 筹码面一样很干净 融资断得差不多了 最低的一个新低水位 138买是上礼拜五的动作 对当时股价在137.5 买完之后亮灯143.5 今天一样有138让你买 求你29分的华星科 孔卓者新委员 趁为党在137附近买 对137买完之后 尾盘146.5 现赚9块半 翻红大概赚7% 关键性的位置 要高手提醒你 你才会买的够漂亮 反市场的操作 不会随便带你去追高 所以行情一旦确立会往上走高 接下来超额利润的买点 千万不要再措施了 所以我今天还是提供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超低门槛 行情还没冲出去 行情还没冲出去 建老师愿意尽心尽力 拉你一把 超低门槛 就是要帮你掌握超额的利润 安全带挡好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超低门槛 带你享受未来三成五成以上的报酬率 所以一样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0800-868-365 成都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年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静前击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晓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 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 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谢谢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这一档散热模组的泰塑 去年度12月份 卖在9.7啊 卖完之后 有没有开始回档修正 开始的一个回档修正 大概修正的超过三成啊 来到2月24号 大概经过两个多月 我这边都没有Pow 电商我又没有介绍 直到它逐出一个底部嘛 所以我才告诉你安全有波段啊 安全有波段 所以这是一个接回的一个位置 2月24号买进买回在7.3 当天台股是重做啊 所以整个泰塑的一个架构呢 从7.3买进买回之后 这边做了三趟 如果我7.3买完之后 然后92才卖 大概可以赚三成嘛 但是我因为做了三趟啊 所以这累积的包座率 结果都会超过三成 这等于是 也是类似一个大波段的操作啦 有波段嘛 没有错嘛 所以整一个泰塑的一个架构 3月11号92麦 大佛全摄 100分的操作 没有错吧 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清老师做见证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很清楚啊 尤其这三次的 几掌几叠反向的操作 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都看得很清楚的嘛 所以3月11号92麦泰塑之后 盘式的一个回档 让泰塑回到76块半 让我们低接啊 高点有卖 低档可不可以买 当天几乎可以赚一根哦 当天几乎买在跌顶板附近了 买完之后呢 拉高翻红 是不是可以赚一根 3月13号的动作啊 隔天16号 黑鸡棒杀下来 达到76.6 我说还是可以低接 因为冲完面还是很U啊 2月11号表现也还不错啊 年成长22%嘛 所以整个泰塑的一个架构 低档 我都还是高速会员可以买 包括上个礼拜四 这个位置 杀下来 跌顶板啊 其实那天我刚告诉会员可以买 礼拜五一样亮灯啊 那今天呢 今天呢 买还是卖 你只要找盘 低通的解盘call讯 你有收到的 全体会员应该知道 我今天一样低接股票啊 尤其新会员 对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你们这三天加入我行列的 我今天有没有带你们低接 低接完之后的效果 有没有很亮丽 泰塑 找盘9点22分 口红手指的新会员 74.5以下就买 22分 股价几块减 74.1 你去对时对价 泰塑 新进的会员 我们今天有没有低接在74.1附近 全国的普通会员 拿出你们call讯 跟欣老师现在所秀的call讯 有没有一模一样 时间价位 有没有一模一样 很多投资庙 跟了很多分析师 常常抱怨一个重点是 老师电视上讲的 跟我收到call讯 根本不一致 不一致啊 都没同样啊 所以呢 你们就很万坦 没有一个分析师可以对 那是因为你们找错人 你们跟错人了 为什么欣老师 要把会员call讯拿出来 跟你对时对价 不然是买还是卖 展示我的诚信 展示我的实在 展示我的专业 就是这一个重点而已啊 不然 你去比较其他投资老师的节目 或是你去比较一下 你跟谁的老师 他敢这样 把发给你call讯 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吗 所以呢 全国的普通会员 尤其你这三天参加我行列的 五六日你有参加我行列的 今天态硕 我们告诉你 74块半以下就买 就买在74.1附近了 很精彩啊 买完之后 80涨3块钱 大盘今天跌300多点 你跟我买态硕的 今天可以赚8% 你自己去算 七字头的股票嘛 赚10%嘛 赚10%是赚 等于要涨7块4嘛 那今天呢 74.1到80 等于赚了6块钱嘛 是不是大概8% 这都算过了啦 就是8% 今天尾盘收最高耶 所以整个架构 散热模组的态硕 几乎无往不利 回挡修正的风险完全避开 这是很多朋友 没办法办到的一件事情嘛 高点95.7我有卖 不碰 不碰 足底了 安全了 有波段才开始做操作嘛 七三结尾啊 没有错吧 该避开的风险避开 接下来 我就一段一段的帮会员 累积他们的报酬率 泰塑普通会员的 操纵散热模组 尊龙会员的 他比较高价 2月13号 246卖 卖完之后呢 上礼拜三 领先大盘落底的操纵 我上礼拜三 179就接回了 246到179 差67块钱 均不精彩 该避开的风险避开 该赚的利润 上礼拜三 买回179 当天马上亮灯189 有机会走波段一个操纵 安心续报 不要被洗掉 礼拜四 一样呢 盘中有亮灯 那这个位置呢 你有沒有被洗掉 亮灯之后 涨一半打开 你有沒有被洗掉 强势基尤股 报老 因为我说过 有机会走波段的操纵 不要做短线 两天是两根 礼拜五呢 大涨9.4% 今天操纵呢 又涨5块半 大盘跌300多点啊 操纵 涨5 有沒有商城 领先大盘的强势基尤股啊 如何赚取它的波段 跟上来 5G公立方大线的文貌 上礼拜五 210我买 买了之后亮灯215 今天的一个文貌 行政委员秤股委党 200亿附近买 再低接 一样可以低接在200亿啊 收盘222.5 现赚12块半 超过半根 另外打5G公立放大器的 红杰科 上礼拜二 上礼拜五啦 62买 买完之后亮灯 今天一样 有更低的位置 你可以跟我买在61.3 再度的低接 盘中 拉高65块半 一样超过半根停板的一个利润 所以行情今天亮说的很漂亮 接下来如何赚取超额利润 超低门槛的一个合作方式 今天请好是再度的提供给你 未来的任何的波段利润 三层五层要如果达到 记得安全带绑好 跟上动作 安全的一个超低门槛的合作方式 就希望未来的一个三层五层的 报酬率相关给股 你都可以同步一起来掌握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百出